今天是中国教师节 小时候的你对老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还记得老师的口头禅是什么吗 哪位老师对你影响深远 跟小鑫走上街头 一起来看看吧 一般情况下语文老师 都是作为班主任的存在的话 他都会比较和蔼一点 比较亲近同学们一点 但是比如说数学老师 还给我印象总是就是各种理智的 克制的 首先就是老师他除了会教你一些 课堂上的东西 他会教你一些其他就是一些东西 我从小就特别怕老师 就是不太跟老师说话 但是就是因为就胆小 所以就好好听课 所以老师还都挺喜欢我的 我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师 然后每次我在他课上犯困的时候 他就叫我名 然后说又睡觉了又困难 他是一个东北人 特别有意思 因为当时那个我们老师是东北的嘛 然后他们那个散口散 就是说的比较那什么 然后这一次就是一个谈进他 然后他说谈起他就那样子 我自有高中的老师 然后他是教数学的嘛 然后他不是要建那个数学的函数模型 他每次对黑板就会说 我就这么建 高中生物老师的话 像器官什么的 他会非常准确的画出来 然后呢 弟弟老师也是 就会画一个 一小块地图那样子 我有一个物理老师 有一个技能 就是他每次拿粉笔砸人的时候 砸得特别准 就是数捷老师 平时就不用圆规 直接拿粉笔拿手这样 一转就画了一个圆 而且还特别圆 那应该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 所有的老师都跟我们说 就是你要做到最好 你要做到更好 但是我大学老师跟我说 他说总要有人是最后一名的 他说就算你做不好 你可以下次做得比这一次更好 三年级那个数学老师 他说其实你不是很笨 然后就是需要努力而已 就是你只要用心算 一定是可以的 不要早恋吧 因为浪费时间啊 而且大家就确实都没有结果嘛 我是班主任 然后他们他当时就是说 就是努力不会辜负你 就是所拥有的一切 然后的确是这样 然后上大学时候 也会运用到这块 还是针对书本上的一些学习 总结来言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不好学习的话 可能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你再返回来学的话 会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 老师不仅会在学习上 科研上给我很多帮助 然后在做人上和其他人的交流呀 和怎么去做好我们这一份职业 其实是对我有很大影响的 也非常非常感谢我的老师 希望他们不要太辛苦 因为真的付出了很多 照顾好自己身体 然后是健康身体是第一的 然后我们也就是 也会不能辜负他们所期望的吧 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 而且我现在就是刚报名教资 希望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吧 老师 街灯 和 室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